勇壮气势磅礴的军人方队 行着军礼正步走过天安门的画面 让人感到振奋和鼓舞 而这些镜头的拍摄 却是在只有33秒的时间内完成的 部队它的分裂是通过天安门 总共是17个方队 通过的时间是9分35秒 它的实际上它的表现区域 就是从东华表到西华表这个时间段 当第一个方队通过这个敬礼线的时候 它要完成这个敬礼和由起步变正步走的动作 但是当它前进到第47米的位置的时候 等于下一个方队已经开始到这个敬礼线要敬礼了 所以我们的表现区域只能是在这47米 时间是33秒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表现区域来完成每一个方队的展示 我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 考虑到这个33秒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我们要把好多许多种要素呢 都在这短短的33秒之内展现出来 那么就是我们考虑呢 既要有这个整个方队的一个形的概括 也要有这个神的表现 交汇在床的心脏 交汇在天安门广场 当时在现场那么多机位的镜头 您是怎么实现调度的呢 这个嘛就事先就要有准备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镜头本 去初步统计吧 一共有600多个镜头 然后在那个切换当中呢 基本上是按照事先准备的这个思路去进行 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像女兵方队吧 女兵方队呢 我们是用这角度去表现它 比如像金水桥前的一个升降车 表现这个整个气势 还有通过那个金水桥下面地面的镜头 表现出女兵的近景的这种精神风貌 通过女兵的一个女兵的前景 透视一排女兵 然后背景是天安门 这个镜头呢 就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非常深 它呢主要是表现这个女兵的这种精神状态 表现出这种气势 那么在现场是不是还有很多情况 是超出你们事先准备的范围 需要临场发挥的呢 是的 你比如像那个飞机 我在现场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角度 同时都给我们传过来了 当时看着眼花缭乱 但是呢 你又不能打断原来的计划 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个机位啊 它是有一个战士站在那 然后那个飞机通过它的那个眼前 然后飞过去 哎呦这个镜头很 当时呢特别感染我们 然后我们临时决定把它清活 过的是有滋有味 幸福快乐 好 我也替观众朋友要感谢文青美好的祝愿 文青说的特别好 我们的生活呢是有滋有味的 但同时呢也应该是五彩缤纷的 对 您看一族姑娘用她们漂亮的褶群 荡出了对生活的一片热情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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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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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